5月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共和广场举行讲真相活动 据法国法轮功佛学会负责人唐汉龙说 原本计划在中共使馆前举办这一活动 但是却遭到很大阻力 尽管律师极力争取,仍未得到审批 最后活动在共和广场举行 所以他通常会给法国或者是自由国家传一些施压的信息 作为法国他想得到经济利益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时候会去脱协 唐汉龙表示,在中共党魁来法之前 他曾收到来自浙江温州的电话 让他不要举办揭露中共的活动 唐汉龙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可能是2019年前吧 我这个手机上收到了一个很长的留言 我的记忆是大概是温州桥吧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在法国不要搞好多人权活动的这些事物吧 后来才知道习近平后来就出国访问了 唐汉龙在活动现场表示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持续25年 手段极其惨暴 他呼吁欧盟国家密切关注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 并对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进行国际制裁 包括拒绝签证,冻结资产,遣返出境 法轮功学员还耐心地向路过的行人讲真相 许多人表示中共没有人权 而真善忍才是美好的 有的人还表示对法轮大法很感兴趣 但这就是一个很美的思维的生命 我认为我们必须能够能够写 所以全民的破壞都要死亡 所以全民是死亡的 所有人在这地上都要死亡 全民的民族都要死亡 所以这种东西 这是一种犯的 这种不自由的信念 也许在中国 或某些的行为 世界就得好看的这种 第一次我发现了这件事是非常有趣的 我要看我们的网络在网络上 来看我们的网络 有很多的网络